作曲 李宗盛 我覺得運動之後 很多事情都比較想得開放得下 而且我覺得是我這一天當中 唯一可以跟自己心裡對話的時候 就是把一切腦袋放空 然後全部交給身體 那時候是我最開心的時候 其實空中瑜伽我之前就很想嘗試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那需要用到其實很多核心的力量 然後還有手部跟腿部的伸展 我自己認為啦 就是每個人生下來 很多都是上天已經注定好 然後你就是要用一些 很隨遇而安 順其自然的心情 去面對就是未來給你的挑戰 我覺得藉由瑜伽要真的幫助我 去慢慢的釋懷生活中 每一個我過不去的小點滴 所以其實真的還滿感謝瑜伽的 運動讓我更有自信 而且讓我知道 我的身體由我主宰 由我創造